礼约奥运会激战正撼 各个单项比赛渐入佳境 大伙肯定都在追看自己喜欢的比赛 喜欢的运动员 不过昨天有一位中国游泳运动员 名字叫做傅元慧 这姑娘真是绝对吸引了无数国人的关注 不光是因为她的比赛成绩 而是她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 这个独特的表现力 这孩子不仅这个语言幽默 而且表情夸张 满满的都是魔性啊 在网上现在迅速走红了 8秒95 8秒95 你都没想到自己 我以为是59秒 我有这么快 我很满意 今天这个状态有所保留吗 有没有位置 没有保留 我已经 用了洪荒之力了 鬼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真的太辛苦了 我真的有时候的感觉 我已经要死了 我的澳洲训练真的是 身不如死 但是 看今天的比赛 我还是已经心满意足了 是不是同时也对明天的决赛充满希望了 没有我已经很满意了 那明天加油 好 谢谢 你看多可爱啊 是不是感觉身体被刀工啊 有网友就说 这姑娘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取得好成绩之后 欣喜若狂 手足无措 然后到胡言乱语的那个小女生的那种 癫狂的状态 这个精彩程度不亚于她那个比赛成绩啊 这位姑娘呢 1996年出生 浙江杭州姑娘 就这样活了 不仅贡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还给大家贡献了一波又一波的表情包啊 您瞧瞧这些都是汹涌而来势不可挡啊 我感觉姚明在表情包界最大的对手已经来了 有人开玩笑 说副姑娘画风清奇 张嘴就是段子 随手就是表情包 如果说宁泽涛是游泳界的一股清流 那这孩子就是泥石流啊 其实呢 人家在搞笑界早就出道了 去年喀山游泳试锦赛 副元会拿的是女子50米杨勇的金牌 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 她也贡献了一段经典视频 看着都疼啊 不少网友都说这视频没怎么看也就看了一百多遍吧 还有网友脑洞大开啊 把欢乐的副元会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手金的社税运动员张梦雪 两个人放在一块做了一个比较 他俩要放一块做比较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左边这个啊 这个这个表情呢 放在一起就是天壤之别啊 一个是表情丰富 搞笑有趣 那整个五官感觉都要搬家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从头到尾就是冷漠 冷漠 没表情 没有任何的表情 还有人开玩笑呢 说看着张梦雪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我们就放心了 这倒是啊 这个射击这项运动呢 那就太讲究运动员的心理素质了 所以难怪您瞧啊 这左右两张这个照片的这个对比 这个左边这个拉着个脸呢 脸拉多长的 这就是梦雪的那个风格啊 右边这一看 哎呀那就是小富同学的style啊 当然了 不管是冷静还是激情 只要发挥出了水平 感受到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 这个就足够了 都是好样的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 就是大概再过两小时啊 九点半左右 这个复员会就要参加女子100米杨勇的决赛了 我们也希望她继续用自己的这个洪荒之力啊 给我们带来惊喜了